那這樣就好了 用到最後一塊顏料 因為都是假的 但是我們的內心保持一個正確的動機 這同樣的GIFT 這就是我們的AE yang Speaking人 G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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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啊应当要了解这个第二番的迫使他心在身外的话是在第二天 绝对不是当天 佛说法他必须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说的 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说 不会说是把平常的托波拿来今天说 而又加上这个四来两个字 翻译的人也不会那么那么麻烦的 这个四来两个字很重要啊 就是刚才嘛 刚才大家跟着我去托波 佛必定说这个话当天就是有托波 不可能没有托波而说是来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第二番的破心在身外的话是隔天 应当摩像记里面引证古人所说的是隔天的事情 不过隔天是第二天说第二番 第一番以前是心在身内的话以前啊 都是应波士尼王应供的当天回来讲的话 所以那些王臣大家跟着来听啊 才有听到佛法 也许还有另外为那些波士尼王的说的话 与本经没有关系 已经结集在其他的经文里面 那么跟本经连贯有关系的就是 对欧南说这个新手带出 那么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啊 这个文字就已经通了 所以浪眼睛的文字简直好的不能再好了 好的不得了 因此之孤啊 必定要看通这些文字 你没有把这些文字看通啊 自己找到很多麻烦 很辛苦 所以这个浪眼睛的文字争议很多 争议很多 争议很多的原因啊 最主要的大家都把它看成连贯的 好像一天就说完的 哗啦哗啦一天就说完的 这不是下大雨啊 所以这不一定是有连贯 那么连贯性的文字连起来 一定不是当天 这他也许后边的文字有很多 隔了一段时间也不一定的 我把这个道理在这里讲清楚了 后边就少说这个话 言归正传啊 佛对欧南说 刚才大家跟我去土婆 大家回来的时候吃饭 那么欧南一个人吃饭了吃饱了 那么其他的笔就能够薄吗 所以说你灌比丘一人实实 诸人保佛 其他的人能不能保啊 欧南很聪明啊 他知道这个是不能保的 但是他还不知道 他自己已经被套进去 他不知道 所以欧南接下去的大话 欧南答应 福也世尊 不可能啊 那么哪有可能说 一个人吃饭 大家都保了呢 没有这个事情 可是原因何在啊 何一顾 为什么说一个人吃饭 别人不能保 那么他们都是欧南汉 为什么不能啊 接下去说 世主比丘啊 虽欧欧南汉 剧命不同 缘和一人能定重保啊 欧南他自己没有搞清楚 自己跑进去套子里面 他们虽然是欧罗汉 真到欧罗汉国了 欧罗汉有神通 好像是可能啊 可是虽不禁止吃 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身体 剧就是身体 身体生命不一样啊 摄利佛 穆建连 两个兄弟虽然很好啊 但是摄利佛吃饭啊 穆建连不会饱 摄利佛吃饭啊 摄利佛也不会饱 为什么 摄利佛有摄利佛的身体 摄利佛有摄利佛的生命 穆建连有穆建连的身体 穆建连有穆建连的生命 这个叫做啊 他烦恼虽然断了 子福已断了 果福又存了 子福就是见识烦恼 见识烦恼的种子都已经断掉了 没有见识过了 出三件了 阿罗汉 可是呢 果福又存了 有疑涅瓦了 他们这个果福就是当生的身体的结果 当生这个身体的果报身还存在啊 这个果报身是个人吃饭 个人饱的 就是阿罗汉 也是个人吃饭 个人饱 不可能说是摄利佛吃饭 穆建连饱 穆建连吃饭 摄利佛饱 没有这个可能 毕竟要自己吃 自己饱 个人吃饭 个人饱 自己生死 自己聊 别人帮不上忙 那么因此 欧南说这个 没有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 常水啊 常水紫玄大师 他的烂眼镜的注决里面 他的文字写得很好 文字啊 非常好 他说 心若离生 既同他时 他是既回我宝啊 心知何关我身啊 他的文字好得不得了 这些文言文如果会读啊 那真是不吃饭也会饱 心如果离开身体 欧南人文心在身外吗 心如果离开身体 那就等于他人吃饭了 等于他人吃饭了 他人吃饭你不能饱 那么他是寄回我饱 别人吃我不能饱 那么心跟我既然离开了 心跟我离开了 心知何关我身啊 心在外边 他知道的能够关我的身体吗 我身体就不能知道啊 这是下文 所以接下去啊 佛就对欧南说 福高欧南 若你觉了之见之心 实在身外 身心相外啊 自不相干 这心所知 身不能觉 欧南啊 如果你的心能觉知 能明了的那个心 能见的心 实实在在身体之外的话 那么身心相外 身在这边 心在外边 心在身体之外 叫做相外 那么这样变成就 心跟身 夫不相干啊 好像另外一个人嘛 那么有者 这心所知啊 身不能觉 心里所知道的 身体不能觉知啊 觉在身体 能觉悟的 既然在身体的边际之内 心 如果是 心在外边 他怎么能知道 身体的痛苦啊 快乐啊 他怎么能知啊 佛马上就实验 欧南啊 我现在实验 我今是你 多罗面手 你眼见识 心分别佛 手马上伸出来 佛多罗面就是 很细 很软 很软 很好的 这个手了 很软呢 佛把手伸出来 我把手伸出来 你看 欧南你看 你眼睛看到我的手了 你的心分别吗 懂不懂 你的心知道吗 欧南大爷 如是是尊 我知道了 是的 我知道 你的手伸出来 我看到了 佛高欧南 若相知者 人和在外啊 马上就完了 就切断了 如果相知 你的眼睛看到我的手 心里就知道 哦 这是佛手 你既然知道 那么为什么说 在身体之外啊 怎么是说 是身体之外啊 所以 心不在身外 欧南的心 跑到身外去 是被佛逼出来的 啊 既然说不在内嘛 凡情都是这种想法啊 啊 不是在里面啊 就是在外边 这很自然的现象 不在里面 就是在外边 啊 所以第二番特别说 哎 既然不在里面嘛 那就在外边吧 很自然的现象 啊 那么因此 佛和说 那既然一人吃 不能使别人包 那么 那么 你的心如果在外边 啊 那你的心 既然跟身体离开 彼此复不相干 那 心所知道的 身就不能知道 身就不能感觉 啊 那么既然你现在 我身手出来 你都能看到了 都罗面 就是细 啊 细香 很柔软的 那个印度的 古代的这个棉花 啊 这个是 佛的手很香 又很柔软 所以叫做都罗面手 啊 那么你看到了 能分别 显示你的心不在身外 不是在身外 所以总结说 事故应知 你言绝了能知之心 住在身外 无由是处啊 由此之故 事故 陈上文所说的 道理的有案故 我来呢 你应当要知道 你所说的 能绝了明白 知道的那个心理的作用 住在身体之外 无由是处 没有这个道理 心不在身外 既然不在身外 又不在身内 内外都不是 在哪里啊 欧南很聪明的 他又想出一套来 所以第三番啊 他就想 想 究竟我的心在哪里啊 他想出一个地方来 那个地方在哪里啊 下文第三番 第三番 就是欧南的 这个 自己的认为 他这个心 是在什么地方 内也不是 外也不是 究竟他的心 是在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体会出来啊 如果能够把 愣眼睛 好好的研究啊 你会学到 辩论的方法 只看刚才的 佛 说明 欧南认为 心在身外的话 就很好的例子 而 谁的心 会在身体之外啊 应当没有这个事情 可是佛 他不会明说 哎 欧南啊 你这样讲不对嘛 谁的心 在身体之外啊 他不是这样说 他先建立一个例子 哎 吃饭 一个人吃 另外一个人能饱吗 夹吃饭 一能饱吗 一吃饭 夹能饱吗 如果能饱的话 可以说 心在身外 不能饱 心就不在身外 这个例子说清楚之后 然后验证 当下验证 你说你的心在身外 来 我的手挤起来 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 欧南在下面说 我看到了 哎 那你看到了 你的心怎么跑到外边去啊 假如你的心在外边 你怎么能看到啊 那你的心看到 也是在外边看到 不是你这个身体看到 可是现在你的身体 你的眼睛看到 你就明白说 哦 这是佛的 都路面说 你看到了 这样显明 你的心不在身外 一下子就清楚了 啊 这不很好的辩论的方法吗 想要你跟人家辩论啊 不要呱啦呱啦讲的太多 先听人家的话 人家怎么说 等他的话说完了 然后才把你的 呃 这个波子的话 把它拿出来 不要一下子就 呱啦呱啦 把自己的东西 统统搬出来了 这样子 这样子很危险 嗯 刚才是讲到第二番呢 破心在外 不是在外 接下去 欧南是很聪明的 他又想出一套 一套来了 看看经文 哦 看他说 他的心在哪里哦 欧南 白佛言 是者 如佛所言 不见内故 不惧神 身心相知 不相理故 不在身外 这就是重塑前面两番的话 呃 欧南宾白 是者 孟严佛的世尊啊 按照刚才佛所讲的话 呃 前面两番的话 我听过之后 我知道了 第一番 不见内故 不惧神 不能看到 自己身体内的五脏六腑 那显示 心是不在身内的 这是第一番 破他 心在身内的话 那么我说是 心在身外吗 佛又说 身心相知啊 因为不相理的缘故 就不在身外 心跟身能离开吗 如果心离开身体的话 除掉有神通的人 啊 否则的话 普通人 心 啊 能够分别的心理作用 离开这个身体啊 这个身体就 不是他的身体了 啊 所以身跟心是不能相离开的 彼此相知吗 啊 心能知身体 而心能知刚才佛手伸出来的 我都看到嘛 根本心跟身是不能离开的 这样可以知道 心也不在身体之外啊 啊 身心相知 不相理故 不在身外 这是第二番 知道 心是不在身外了 既然不在内 也不在外 在哪里啊 欧南他就想出一套来 我经思维 知在一处 欧南也会卖关子 他跟佛在卖关子 师父呢 你说 前面也不在内 也不在外 现在我又想到一个地方了 啊 我想到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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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不是在内 也不是在外 啊 佛听到这里 马上就问说 佛爷 出今何才啊 既然你的心 你想不在内 不在外 你现在又想出一个地方了 思维 细细的想了 也许又搁了一夜了 想了一个晚上 也不一定啊 他又在细细的想 想到 这个时候又跟佛说 我怎样 有一个地方在外心底下 我知道 我的心 在一个地方 卖这个关子 佛马上就问他说 处境何在啊 那你在 知道你的心在一个地方 在哪里啊 你的心在哪里啊 下面啊 欧南就说出 他的心在哪里 欧南言 此了之心 既不知内 而能见外 如我师寸 前夫干离 说出来了 说出来了 你知道他的心在哪里吗 欧南对佛说 师尊啊 这个能了之的这个心理作用 这个心 既然不是在里面 因为见不到那张 但是他又能见到外边 他又不是在外面 可是他能见到外边 眼睛一看 眼睛一看 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见我呀 细细的想 那个心智旁的寸啊 就是很细的功夫去慢慢的想 师寸 就是考虑聊 又考虑 想了再想了 不止三思 按照我 我细细的想 想出一个地方 在哪里啊 潜伏 根离 潜 潜肠 腹 引伏 我的心啊 潜肠 引伏在 根里面 根 六根 现在讲贱嘛 就指眼根 好了 我的心就潜肠在这个眼根里 啊 那么他也会举例啊 我呢又举出一个例子来 认为他的心潜肠在这个根里吧 啊 由如油人 去榴梨丸 喝起两眼 谁有物和 而不留爱 而不留爱 鼻根 随见 随即分别 他举个例子 但是好像油人啊 榴梨是透明的了 我拿榴梨丸 把他盖在眼睛上 这是什么啊 就是白痴了 这个东西 有这个东西 啊 有了有人 啊 拿这个榴梨丸 合在眼上 合在我的眼睛上 啊 用榴梨丸 这就是现代的眼镜 啊 这个欧伊达社的文具就明说啊 就是眼镜 榴梨丸就是眼镜 可见明朝 这个眼镜已经很普遍了 呃 但是用榴梨丸 合两眼 就是好像眼镜 挂在眼上 虽有物和 有个东西 合在我的眼上 啊 你现在有戴眼镜的 都知道了 啊 虽然有物和在 我的两眼上 啊 可是而不留 留爱 不会阻碍 我的视力 这个东西 这个榴梨丸 这个眼镜 它不会阻碍 我的视力 啊 所以笔根 随见了 随即分辨 笔眼根 随见到的境界随时就能分辨 在唯一是说 呃 眼根 对射程的时候 眼是生起来 眼是 这个眼是第一颤囊 照镜 照到外面有境界 只是照到外面有境界 它还不会分辨 前五根 它不会分辨 它是照限量镜 哦 它照到前面有境界 眼根 对着前面的射程 它发现前面有境界 第二次参栏 马上这个同时意识就跟住来 跟眼是同时起来的 跟眼是同时起来的 叫做同时意识 也叫做五具意识 它跟这个眼耳鼻色声同时 这五种根同时具备 同时生起来的 这个同时意识 马上分辨 外面是什么东西 颜色 清黄色白 形色长短黄圆 它马上就分辨出来 所以我觉得 我的心啊 就潜藏在这个根里面 潜藏在眼根里面 因为它纵然是有东西合在前面 随见就能随分别 分别前进 那么因此啊 我的心 它不是在胸腔子里面 也不是在外面 不是在西宫 不是在外面 而是在我的根的里面 眼根的眼珠子里面 它藏在那个地方 我的心藏在这个地方 谁见谁能分别 然我 觉知明了 诸世的能知的这个心理作用 不能见到内脏 它要注意到 因为在内不能见内脏 不对啊 所以它不能见内脏 为什么 因为心是在根里呀 心不是在这里 不是在胸腔子里面 心是在根里面 眼 眼根里面 耳 耳根里面 鼻 鼻根里面 射头 射根里面 身体全身都有我的心潜藏的地方 那我的心是潜藏的根里面的 所以不见内 因为不见内的原因呢 因为它在根里 在这个根 六根 前五根 这个前五根里面 我的心就藏在那个地方 而它那个很分明的看到外面 足就是看 很分明的 明明聊聊看到外面的境界 而不会发生障碍呢 就是因为我的心潜藏在根里面的缘故 分明足外 无障碍着 前根内骨 很清楚的看到外面 而不会发生障碍 那么就是显示我的心是潜藏在根里面 不是在这个胸腔子里 所以它也不是在外边 也不是在里面 这个叫做 寂心潜 根内 潜藏在 五根之内 这样说 对吗 好像比起一般的说法要比较接近了 可是 不对 看看下面佛怎么样的poge它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启生命电视台 佛陀教义广推行 各位生命菩萨阿弥陀佛 佛要我们弘扬佛法 立意众生 弘扬佛法叫大转法轮 生命电视台24小时 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大转法轮 所以各位 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 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 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那么 弘法以外 还要立意众生 那立意众生呢 各位叫放生 不失 超度 失时 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 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 圆满生命 阿弥陀佛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不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